人们每天消耗的粮食 我国一直在农业领域加大投入力度,研发出新技术来保证丰收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初袁隆平院士培育出的杂交水稻,这是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重要成就之一,袁隆平并未就此停下脚步,他在科学家陈日盛培育的海盗86基础上,参与改良,让一亿亩海水稻,能多养活八千万人口。 如果我国现有的15亿亩盐碱地都能种植海水稻的话,想想就知道有多厉害了,青岛1500亩海水稻示范基地开工建设,看到中国在农业领域的表现,人们在开心的同时也有个疑问,为何很少看到印度在农业方面有什么技术突破,却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, 而中国在农业领域研发出多项黑科技,则是全球第一粮食进口国,难道印度能以中国30%的土地养活差不多的人口? 据公开资料显示,印度每年能出口大量的粮食,其中全球大米出口市场中有四分之一是印度出口的, 甚至连小麦都能出口,其出口量还超过小麦出口大国乌克兰,这让人很不理解了,难道印度农业已如此发达? 其实,印度国土面积,虽然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,但其耕地面积却是三国的三倍,而且印度几乎全境处于热带,降水多,农业一年三熟,有着如此独天得厚的环境优势,养活13亿人问题并不大, 如果深入了解印度人的生活质量就会发现,印度的农业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,靠天吃饭的印度农民,尽管印度耕地面积一直高于中国, 但印度的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一直低于中国,印度每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到200公斤,近几年受到天气的影响,更是降到180公斤, 而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,比印度高出100多公斤,此外,印度人均塔路里摄入量也很低,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,就比如肉食,印度人均肉食量近为7公斤,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数字, 饥饿的印度儿童,据有关数据显示,印度贫困人口超过整个非洲约4.2亿,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率超过50%,每天都有约3000名儿童因营养不良造成死亡, 所以,印度以中国30%的土地,养活差不多人口的说法,从根本上就存在很大披露,这也能说明,为提高中国人生活质量,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自己一生的时光和汗水,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,历任XSW。 有没有 有没有